他在十幾歲就嫁作人妻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他靠著每天幫助遇領記 去打工 換來掃洗的禮犯 而撫養了我們九個兄弟姐妹 這個基層非常非常的難人可貴 我希望社會大眾 還有我們族人 能夠透過這本書 來了解葛巴蘭 原來是那麼優秀的一個葛巴蘭 我希望我們能夠得以這本書之口 能夠我們的後遺 我們的支持書書 能夠得以傳承下去 我們葛巴蘭的精神 拿著麥克風回憶起94歲母親 一拜潘烏吉生前的醫生 二兒子陳敬明哽咽的 謝謝母親的養育之恩 而花蓮縣長徐振衛 推崇他具有傳統的富得及記憶 更是部落的歷史瑰寶 對著太平洋清唱的靈魂 這個靈魂守住了失去的格瑪蘭族 以及撒吉拉雅族的文化 而把他連結到部落連結到現在的文明 將我們很多的文化傳承 還有即將瀕臨這個失落的我們的公益 透過潘烏吉阿嬤的手以及他的石作 讓這些寶貴的世界的文化資產把他留下來 在108年2月初 正位參加了我們的這個一拜阿嬤的追思禮拜 那時候我們跟潘昭成老師 還有陳建村我們的處長 以及阿嬤的家人討論 我們是不是要幫這個阿嬤編轉一個他人生 在這個世上他做了什麼 為我們的族人 為我們特殊的我們原住民族又做了什麼 把他記載下來 今天的新書發表會 倍感 倍感光榮 今天來到這裡 我想潘昭吉阿嬤是最開心的 尤其他就守護在我們旁邊 他就看著太平洋 就守護著我們的海岸線 就守護著我們的部落 跟守護我們族人的文化 潘昭吉阿嬤長期自立於香蕉師工藝 於1996年擔任傳承師 教導族人學習香蕉師傳統編織記憶 讓葛馬蘭族傳統的記憶能傳承下去 在2016年7月獲得花蓮縣政府登陸認證為 香蕉師編織工藝保存者 目前保存香蕉師編織 唯一的就是我們葛馬蘭族 到香蕉師工坊的時候 總是看到阿嬤坐在香蕉師工坊的門口 矮矮的板凳上 把香蕉師非常非常熟練的在整理 在接線 後來在Sakiraya每一年的火神祭 我都看到潘烏吉阿嬤 來到火神祭的現場 跟著Sakiraya族人 一起為這麼有意義的傳統文化祭典來做努力 我的外婆是格馬蘭族人 今天有這個榮幸為我們格馬蘭族的一拜阿嬤 辦這個新書發表會 我覺得也是我25年公務員生涯最大的榮耀 不僅傳統記憶了得 13歲的她跟隨著姑姑學習巫術成為祭師 30餘歲在部落祭師的引領下 學習格馬蘭族祭儀後也成為格馬蘭族祭師 為東海岸族人看病問世 擁有著傳奇的一生 潘烏吉就是應該講她是一個教育家 就是默默就教育大家 所以我們後來也看到她在香蕉師的這種作為 還有部落有人請她做祭祀 她身體如果不舒服她也會去做 因為她盡量都是為人家做事情的 然後你看她最後一年參加Sakiraya的祭典 其實身體也不舒服她還是會去參加 就等於說是鞠躬進翠 這種精神是我們後代的要學習 2019年1月24日 潘烏吉阿嬤在睡夢中安翔慈世 享年94歲 雲科大副教授陳義軍為祺寫書 並於3月20日上午在原住民文物館 舉辦新書發表會 讓潘烏吉阿嬤平凡而偉大的生命歷程 能夠讓更多人看見 阿嬤真的是經歷了台灣最波蘭壯闊的時代 那我們也希望藉著阿嬤的一生 能夠告訴大家 她的那個時代 她的朋友們 她的家人們的一個故事 然後也藉著阿嬤這樣子一個形象 可以給更多人一些啟發 縣長與作者親自將新書贈與 頭目及潘烏吉阿嬤家人 同時也進行新書的座談會 讓與會的親友 述說潘烏吉阿嬤的生前故事 場面溫馨感人 也期盼透過新書的發表 讓阿嬤的故事 能讓更多人了解 葛瑪蘭族的文化 中文字幕視鑓 中文字幕視頻